第七集,能来救救我吗?学校篮球场旁的洗手间里,现在,求求了。不是走投无路,一味无限的性格,他不会这样卑微。 蓝忘机放下手机,三言两语结束了正在进行中的会议,直奔停车场。 洗手间门口,四五个学生或蹲或站,看见蓝忘机大步过来,王王草丛里扔了手上的烟。 在干什么?不用上课吗?虽然平常不会出现在学校的集合力,但蓝忘机的气场,绝对震得住几个高三的大孩子。 他走过来时,几个人都反射性地后退,我们。 刚月考完,下午自习,是让你们在这自习的吗?蓝忘机语气冰冷,不急不徐,视线在那几张稚气未消的Alpha脸上扫了一圈,令人不寒而栗。 他们拔腿就跑,全然忘记洗手间里面,还有个他们等了小半天的猎物。 蓝忘机盯着人走开,转身进了洗手间。 一排隔间,只有一扇门是关着的,他敲了敲,在里面吗?里面声音微弱,呜,开门。 魏无线紧锁着没抬手虚弱的按开拉栓。 隔间的门向外打开,蓝忘机看到蜷缩在门角的人,魏无线个子在同龄人里是高的,但他瘦。 骨架又小,缩起来就是小小的一团,勉强支撑着要站起来的时候,背上的蝴蝶骨把校服外套支起一点惹人年的弧度。 没有二话,蓝忘机自顾自脱下西装外套,上前一步,把少年搂进自己怀中。 不 抗一声还在嘴边,身子已经疼了空,魏无线被轻轻松松抱起来,双脚离地,他无处支撑,只能勾住人的脖子,与人近在咫尺的对视。 闻到向来被人掩饰的很好的信息素味道,蓝忘机撞了皱眉,我带你走。 看着他棱角分明的眷脸,感受到自己身体贴上的温度和结实感,魏无线突然有种安心的感觉,拒绝的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了。 蓝忘机把外套披在他背上,拖着他的臀往上颠了颠,不想掉下去的话,就抱好颠。 洗手间原先浓烈而杂乱的信息素味道,已经被檀香味绝对压制,魏无线重重地呼吸了几口,默默抱紧人的脖子,迟移了下, 腿也缓上他的腰,他把脸埋进蓝忘机肩膀里,只露出个发顶,不用管会不会被人发现。 大概,不会有人敢盯着蓝忘机看吧。 蓝忘机的车是停在笑懂车位的,一路上都没遇到什么人。 他拉开车门,小心翼翼把魏无线翻过来放到后座上,只见他闭着眼睛,脸色是不正常的红韵,额头也很烫,似乎经历不及。 就这么短短的一段路,他已经睡着了。 蓝忘机给人盖好衣服,转身上了驾驶室,一边缓慢倒车,一边给自己的私人医生打电话。 魏无线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间了,他疲惫地睁开眼睛,慢悠悠滴着水的吊瓶,出现在他模糊的视线里,窗帘半开的落地窗外。 夜色把大地遮盖得很彻底,空旷的卧室里寂静地能听见外面的风声。 魏无线下意识地抬了下手,才发现自己手掌里握着个什么东西,是一只手,蓝忘机的手,吓得他立马甩开。 蓝忘机从架在腿上的电脑屏幕移开眼睛看向他,醒了,不知为什么,声音听起来很温柔,魏无线看了眼掉屏,这是。 什么?你? 发情期快到了,被几个Alpha故意放出的信息速勾得提前,一只剂喝得太急,所以发气烧来,现在给你打了调理的药,很快就好,事情不算复杂,但蓝忘机费了点金才说完整。 果然啊,Omega就是弱者,平常再厉害,在Alpha信息速的攻击下,就无半点防卫之力。 魏无线眼神飘忽地看向窗外,半天才说了句,谢谢你救我。 闻言,蓝忘机的眉头微微跳动了下,他和上电脑放一边,我去给你拿吃的上来。 魏无线看了看自己的手,好羞耻,刚刚就那么攥着蓝忘机的手,把他当救命稻草一样。 魏无线都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沦落到,遇到危险竟然只能找囚禁自己的人救命的地步。 他躺在柔软的大床上,房间宽敞又干净,除了几乎微不可闻的点滴声音,安静得很,光影西斜,天色已经渐渐暗了,窗外朦胧的景色让人感觉轻松。 魏无线感觉有点乏力,于是半壁上眼睛开始打顿,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,突然感觉到身边的床凹了下去。 蓝忘机屈膝跪在床垫上,正伸着手想要探他额上的温度。 魏无线睁眼的时候,睫毛都扫上了他的掌缘。 蓝忘机像触电一样,很快收回手,端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碗,吃点东西。 魏无线单手撑着身子往上挪了挪,视线下垂游移到自己的袖口,纯眠的浅色睡衣。 他发了灰呆,忽然愣住,伸出手臂看了看,没有记错的话,他应该是穿着校服的。 可是蓝忘机这样有洁癖的人,怎么会允许他穿着打过球汗津津的校服,睡在他的床上呢? 脑子嗡闭一声,魏无线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裤头,也是睡裤。 好在,内裤是自己的,贴身的包着自己的臀,并没有松松垮垮。 他的脸红得像颗火球,耳朵都在发烫,也不挣扎要自己吃了,反正一只手也没法吃。 于是主动张嘴,接住人喂过来的勺子,是瘦肉粥,还挺香。 你放了什么?魏无线抬眼问。 青菜和鸡蛋,很好吃。 魏无线一勺一勺,很快吃完一碗,不等他开口。 蓝忘机无缝对接地,又给他咬了一碗过来。 照顾人照顾得驾轻就熟。 因为魏宇被卫的姿势,两人靠得很近,彼此可以感觉到,对方撒到自己脸上的热乎乎的呼吸。 魏无线掀了鲜眼皮子,你多大? 二十八? 哦,比我大十岁,魏无线想,这么会照顾人,没有找木脉干嘛,不正常啊。 魏无线这么想着,不小心嘀咕了出来。 没有,蓝忘机冷冷地说,习自如今。 哦,魏无线咬了下自己的嘴巴,喝粥喝得红烟烟的唇,突然献出一小片白色的咬痕,然后慢慢回血。 焦,鲜活。 蓝忘机垂下眼眠,控制自己的视线只钉在勺子上,而不是过多地去窥视人的唇。 你打算让我在这住多久啊? 魏无线又问。 蓝忘机没回答,修长的手指捏勺子捏得很近。 旁边还有好几间屋子,我要不上那些屋子睡呗,不然,如果住得久,不方便。 蓝忘机看他一眼,没有想要答话的念头,勺子一下一下递过去。 魏无线叹气,只好边喝粥边继续自己的碎碎念,塞帮子一股一股的。 侯杰随着吞咽的动作,在干净清爽的搏梗上下滚动。 真的,你迟早要找Omega的对吧? 我睡着不合适,不如早点给人挪位置,你都二十八了。 大概是发烧发的人有点犯迷糊,而过于亲近的氛围让魏无线紧张,他一紧张话就格外多,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。 蓝忘机越听脸越沉,为完碗里最后一点粥,不打算再给人添了,低头面无表情地收拾完。 不理人啊,魏无线迷眼,半撑着身子,放大招,蓝。 二哥哥,你倒是说句话啊,那是二哥哥,伪调上扬,调皮而耐人寻味,蓝忘机凝了下,耳朵肉眼可见得翻红,别乱叫。 不喜欢我叫你哥哥啊,魏无线歪着头想了想,这几天他们彼此都没叫对方什么称呼,本来交流就少,魏无线又对他抗拒,根本不想叫人。 在说这屋子里,只有他们两个人,不叫也知道是跟谁说话,但现在关系好转,说话不叫人似乎就不礼貌。 那我叫你什么啊,蓝? 忘机,不太好吧,你比我大那么多,要不,蓝总,蓝二少爷,还是忘机凶。